虽然没有阿根廷来的严重 但是美国本土的通货膨胀也是相当的有感 来看到目前的大家从这个数据上 有好序多的销量就可以看得出一二 因为8月份的物价指数年增率3.7%的同时 好序多现在大家已经不太买牛肉跟牛排了 选而比较买这个平价 或者是便宜一点点的鸡肉跟猪肉 为经济衰退来做准备 事实上根据统计 这个每天的销售数字少了4.2% 事实上很多人就把这个钱省下来 作为其他的日常开销之用 而鸡肉的价格或许是因为 大家开始转而买了不同的肉品 让它的价格跟着高升 8月份在美国农业部最新统计 比起今年2月份的最低点 已经涨了将近10% 就是短短半年之内就看得到的数字 而还包含了高端蛋白质的销售量 就是2018年最低点 那猪肉是从2015年的最低点 都可以看得出来 大家在这个食物的选择上 有了不一样的改变 而薪水似乎有一些人是开始请不到了 因为经济这么不好的同时 大家看到两个家庭清洁工 现在要两个小时6000元新台币 所以这个五年间就涨了一倍之多 而中餐馆过去的价格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在中餐厅是比较物美价廉的 但现在如果你去了这个中国餐馆 三个菜一千八百台币 还要外加税跟小费就要两千次 所以去一顿份下来 两三千块是绝对跑不掉的 而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英国身上 英国这位34岁的小学老师陷入生活危机 他因为学校减少预算而失业 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要养 妻子要上12小时的班 还在接受护理师培训 马修自己还在寻找工作 所以他竭尽所能精打细算 而这样的情况也体现了 生活危机挤压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成本 这样的压力 这个在城市租屋的家庭已经承受一年 甚至考虑因为房租租金上涨 通货膨胀等原因 想搬回去跟家人一起住 事实上在英国各地许多人 都面临这个问题 从2022年7月以来 英国租金涨了百分之五点三 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年人 付不起房租或房贷 在采访过后隔没几天 马修收到房东的消息 房东表示实在很抱歉 必须提高房租 价格上涨了50英镑 大约台币2000元 现在马修可能不得不另寻房子 英国人的困境也出现在高 摄金地位的医师身上 因为脱欧之后引发的多重经济问题 跟人力短缺 低薪和恶劣的工作环境 让医师不得不走上街头抗疫 而且英国的医疗制度 让人民享受免费的诊疗和急救 这也多少影响医护收入 甚至薪水调整幅度赶不上物价 大环境的变化 让许多英国人天天含苦 华氏新闻罗易景潘建认 专题报道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